大家好 今天有我莊斯玲和大家看天氣 香港今日的天氣還是很熱 提提大家 熬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大家記得要多喝點水 和保持良好的通風 提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華南一帶的雲量都是比較少 今天香港有不少陽光 所以下午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都升到33、34度 而天文台的總部更加是量到34.7度的最高氣溫 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預測今晚和明天的天氣是大致天程和酷熱 最低氣溫大約是28度 而市區的最高氣溫會是34度 身價會再高1、2度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而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會是11 強度屬於極高 由於受到高空反應船的支配 預計今個星期 熬熱天氣將會持續影響香港 而去到下個星期初期 將會有一道低壓槽為華南沿岸帶來驟雨 由於明天是公眾假期 我們預計熬熱的天氣仍然會持續 如果大家是打算出去戶外活動 又或者是仍然要工作的朋友 就記得要避免長時間在戶外曝曬 有空要找一個陰涼的地方休息一下 喝多點水小心中暑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很快 各位 谢谢观看